龙门海漂环保公园是胡锡乡一处新开发的公园 位在闭锁镇地旁 目前第一期已经完工 未来还会持续建设 村长洪瑞达表示 会将这里打造成一个儿童的梦幻公园 据了解 这个地方原本是一处脏乱点 而且由私人货柜长期占用 经过龙门村长洪瑞达建议 109年的时候 时任建设处长的许智富 希望能够争取到中央经费协助清整 让即将开放的闭锁镇地周围更加美观 而去年在建设处同仁数月的努力之下 现场已建工程完工 原本脏乱的环境也已经变成了一座美丽公园 所以说这篇经历了非常开放 这个地方 政筹库库 还有一些 我们的浮标 海费 把它做成意象 最主要是说 要让这个 这个地方变成有楼梁的地方 小朋友可以带着尽力的去奔跑 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海潮发电机 就是利用海水潮汐来发电 但是因为荒废了好多年 放在海拔下来 前建设处 处长就说 这楼梁放在这里好不好 当然是好啊 放在这里变成一个很特别的意象 在地村民经常有自主浸滩 及活用海洋废弃物的情形 希望能够结合在地海费再造特色 建制龙门海费公园的概念 因此建设处向内政部营建署的 城镇之星工程计划提案 成功争取核定龙门海费环保艺术公园 规划设计及掀旗工程案500万元 另外 侯瑞达也表示 这片公园广大 现阶段马公有多座工容室公园 所以他也要争取一座 现在这个海漂公园 大家看到非常大非常恐慌 但是有一个科研就是设施 设施设施太多 希望我们官府可以在这里 做一个共融式的游乐设施 让这个公园更多彩多姿 多元化 包括儿童或者是亲子来这边活动 假日都非常好 宏瑞达一方面希望结合社区的创意及能量 发挥龙门社区海费再创作的精神 为第一部国人自制服饰海潮流发电平台 注入新的生命 另外一方面针对整体区域 进行环境整理及地景营造规划 建立具有观光与环保价值的海飞公园 记者陈荣誉报导